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支聯會因為拒絕案國安處要求遞交資料 警方前日陸續上門 拘捕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和四名常委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恆彤 以及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周恆彤和四名常委 另外被控沒有遵守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 兩宗案件今天在西國龍法院首次提堂 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全主理 法庭先處理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 法庭向一眾被告宣讀控罪時 李卓人和何俊仁都說明白 而周恆彤回應明白這是一個荒謬的控罪 李卓人和何俊仁沒有保釋申請 周恆彤保釋申請被法官拒絕 周恆彤保留8日覆核權 周恆彤同時向法庭申請放寬保釋法律程序報道限制 法官向雙方索取意見 聽完陳詞之後拒絕放寬傳媒報道限制 被指為外國代理人的支聯會 因為拒絕向警方提交過去8年的資料 多名成員近日相繼被捕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恆彤還有4名常委 消息指保安局局長運用權力將支聯會 剔出註冊公司明冊 可以在9月24日前提出書面解釋 和巴士的報總編輯李童一起聊 李童啊 保安局局長根據哪條條例 建議將支聯會剔出註冊公司明冊 流程又是怎樣執行的呢? 你好,Yunice 保安局以支聯會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罪行 以及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為理由 引用公司清款及習慣條文條例 第360C的權力 建議將它從公司登記中剔除 消息指保安局在9月10日發信給支聯會 就當局有關的決定邀請他們作出陳詞申述 支聯會可以在9月54日之前提出書面的解釋 最終的決定就需要交給行政長官 和行政會議裁決 公司條例有關的條文就定明 如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順立一間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 或者是任何舊有公司條例組成註冊的公司 是保安局局長可以根據社團條例第8條禁止期運作 或者是繼續運作者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可以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 將這間公司從公司登記註冊中剔除 而社團條例第8條就是清楚列明 有關禁止社團運作的條件 社團事務主任可以建議保安局局長 作出有關的命令 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 或者是分支機構的運作或者是繼續運作 是維護國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公共秩序 或者是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 或者是這個社團或者是這個分支的機構是政治性的團體 並且是和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者是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 就支聯會公司登記的檔案 由於引用公司清款及執行條文條例第360C條 剔除他的公司註冊的理據 和保安局局長獲授權執行社團條例當中取消社團註冊 以及是禁止運作的理由是相同 所以這次的剔除支聯會公司註冊的程序 是由保安局啟動 以及將會向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 再由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獨立作出有關的決定 至於剔除支聯會公司登記的執行程序 大致的程序就是這樣的 首先就是保安局局長決定啟動程序 以及向支聯會發信 就當局引用公司清款及執行條文條例 第360C的權力 將他從公司登記中剔除 並且邀請他陳詞和申訴 保安局局長將會考慮掌握的證據 將會向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作出下一步行動的建議 而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就可以向保安局局長或支聯會 要求進一步的資料 以及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將會就 是否運用公司清款及責案條文條例 第360C條 剔除支聯會公司註冊 作出獨立決策 如果認為剔除支聯會公司註冊 是合適的行動 就可以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 從公司登記中剔除支聯會 以及將有關決定刊憲公告 支聯會隨即就 宣告解散 謝謝你 還有其他消息 政府今早在北國社區會堂 舉行首長區議員宣誓儀式 拒絕出席的人士等同喪失區議員資格 沒有回覆是否出席儀式 屬於獨立泛民的柴灣翠德區議員蔡志強 今早在他的Facebook拍文 形容政府威逼區議員宣誓 他拒絕參與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 已經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 蔡志強被視為拒絕不略作出誓言 不需要離任 並不會安排重新宣誓 蔡志強對離開議會感到可惜 並且對不能再為居民 在議會上發聲自怯 他說由參選去到進入區議會 目的都是為了監察政府 並非效忠政權 拒絕不能委曲求全 政府宣布第28 法輪安老院殘疾人士院社及護養院員工 強制檢測即將展開 指定的授檢人士 需要在9月15日至21日期間進行檢測 有關檢測的樣本 必須是非自行採集的避康和煙喉合併試指揚本 而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人士 無需進行指明檢測 社署發言人說 由第26輪強制檢測起 如果並非獲醫生書面證明 因為健康理由 而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院士員工 需要自費接受強制病毒檢測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上午 認約與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就中美關係與雙方關心的有關問題 進行坦誠深入廣泛的戰略性溝通和交流 習近平說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取取的對華政策 致使中美關係遭遇嚴重困難 這樣不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 他說中美合作兩國和世界都會受益 中美對抗兩國和世界都會遭殃 中美關係不是一度搞好的選擇題 而是一度搞好的必答題 拜登說 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中如何互動相處 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世界的未來 兩國沒有理由由於競爭而陷入衝突 美方從來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美方願意和中方開展更多坦誠交流和建設性對話 確定雙方可以開展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域 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突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宣布最新的防疫措施 期望能拉高新冠疫苗的接種率 包括簽署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聯邦副員和政府合約承辦商人員 需要打針 不能以接受病毒檢測代替 而接受聯邦醫療保險或補助的醫療機構 大約1,700萬員工需要接種疫苗 勞工部亦規定僱用超過100人公司 強制員工打針或每星期接受病毒測試 估計影響大約8,000萬美國人 拜登批評仍未接種疫苗的大約8,000萬美國人 造成很大傷害令所有人都付出代價 美國現時的疫情仍處於艱難時刻 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他強調新措施不是自由或個人選擇 而是保護自己和周邊的人 今天講到這裡,下次見,拜拜!